這些新聞來關心中華職棒的消息 一大犀牛的棒球情人高國輝 9月初因為手腕受傷的關係 所以下放到二軍調整 已經有好一陣子沒有比賽了 不過今天上午高國輝是參加了一場練習賽 對 高國輝是在一大二軍 和東亞運中華城棒隊進行比賽 不過他打了三個席次之後 就趕往台南是要跟犀牛一軍來會合 因為他要好好調整狀態備戰季後賽 雖然左手還包著繃帶 一大犀牛棒球情人高國輝 在一大二軍對戰東亞運中華隊的比賽 帶傷上陣 他打了三個打席 之後就前往台南跟球隊一軍會合 準備藉由一軍的比賽 來調整傷後付出的狀況 總結還是跟我講說 就是用可能打兩次然後休息 可能打半場然後休息這樣子 的方式去慢慢調整 因為我們有很多傷兵現在 所以就是他也希望說 讓身上有傷的人去 就是還是能夠在球場上面比賽 維持球感 其實高國輝的手腕傷勢還沒有痊癒 不過手背方面不成問題 但他認為球隊非常需要他的打擊火力 他也希望能夠趕快進入狀況 為球隊架起進攻火網 我不曉得現在到底回復幾層 只是說就是因為我覺得是任帶的關係 所以可能會比較麻煩 手背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對 只是說只是在攻擊方面 就是因為最主要要對球隊有貢獻 其實還是要有攻擊 對 所以就是希望是自己的打擊 不要落差太大的 今天高國輝加入中華職棒 累積出賽八九場 打擊率三成四七 打出了十三支全雷打 兩項數據都高居聯盟第二 在他重返一軍之後 勢必能夠幫助提升伊達犀牛 在球技尾聲的競爭力 9點TV 五加油 孫傳仙 高雄報導